然后呢 这这为人处事不好 这三观不正的话也很累的 知道吧 说实话 所以我娶老婆 我颜值这一块我看的不是那么重 长相的话过再去就行 真的 真的长相的话看的过去就行了 不然你说我找个漂亮的美女 我也找得到的 只不过我 我就非要就是就看那种就是人皮好 膝底上凉 尤其是像阿子墨他们那种就是比较 比较单纯 对吧 膝底上凉 这种的话就就好相处一点 如果说 如果说什么世面他都见过这种的话就西斯太乱了 他就很现实跟你在一起知道吧 很现实的那种 直播间六千多个人了 马上七千人了 没有关注安伟的给安伟点个免费关注啊 喜欢安伟的给安伟点个关注 我们未来的路还长 如果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 我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谢谢 欢迎来到安伟直播间 谢谢 谢谢你们的关注 谢谢 感谢大家关注了 是吧 谢谢啊 谢谢 其实我觉得吧 咱们能够认识是一种缘费 对吧 你们刷到我那也是缘费 你看世界这么大 人这么多 对吧 也有这么多主播 但是你们刷到我真的是缘费 然后呢 我个人觉得 对吧 关注了 以后不喜欢了取关也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但是你关注了的话 咱们有这个时间去相处 那就慢慢就成为朋友了 如果连相处的机会都没有的话 那对吧 就不会成为朋友了 知道吧 我说实话啊 我说实话 很多人好奇 我是楼崔人 还是城市人 怎么样 或者就是遗族吗 是汉族吗 或者是藏族吗 真的啊 我给大家说吧 我那是从小在楼崔长大的 但是我记城市的时候 我才几岁啊 我那时候我才几岁 三到四岁吧 因为我都记不得了 是我爸我妈跟我讲的 知道吧 然后呢 在我爸那时候呢 在外面创业 知道吧 在大城市里面创业 然后呢 后面吧 就因为我是最小的嘛 我是最小的一个儿子 还有个哥哥 还有个姐姐 然后就把我们都给扒到城里面去了 他在城里买了房子 然后把我们都给扒到城里去了 然后呢 后面吧 我就在外面读书 读书读书吧 我也没有读到哪里啊 读着读着 我就想 我觉得那时候小的时候 我也有一点跳评 真的 说实话 有一点跳评啊 但是后面 后面我就没有读书了 没有读书之后呢 在这个家福上 在这个社会上跑了很多年 当时我爸爸也有他的试验 但是我没有去 去跟他做试验那种 我自己在外面闯 闯了几年之后 我 我才发现真的 这个社会没有那么简单 然后才 后面才给我爸爸一起学了一些纪念 学了一些东西 然后呢 这几年的话 我爸也年龄也比较大了 六十了 知道吧 六十了之后呢 他把事业的一些 啊 交给我去做 交给我去处理 然后我的话就 我的话就慢慢慢慢的就做这个事业方面 然后这两年的话 我自己也成熟了一些嘛 自己也懂事了 之后就 哎 然后我 对吧 我呢 就 上段时间呢 也不忙了 然后就去到了这个楼村的地方 因为我也想去看看我小的时候出社的地方是什么样的 对吧 然后 想了解一下这个 对吧 楼村的一些生活记录 然后我就去到了这个楼村方面 然后 啊 对吧 就想记录一下这个生活啊 怎么样 然后呢 正好认识了阿子梦 知道吧 然后我觉得阿子梦是个西底上年的姑娘 人皮好 单纯 然后我慢慢的就 就跟他成为朋友了 成为朋友之后呢 就 呃 后面呢 就我能做到的一点 就是说 我想 把他生活改变一下 对吧 毕竟 在楼村里面的话 呃 对吧 也没有 没有 变化也变不到哪里去 对吧 所以呢 我 我就把他带到城里面来 然后呢 就 先一步一步来嘛 对吧 先安排到我公司里面上班 让他 就是成长自己 对吧 慢慢的一步一步呢 对吧 以后呢 就靠他去做的 让他自己 去努力 去挣钱啊 干嘛的 呃 因为我可以帮助他很多东西 但是我帮助他的事情就不是他的事情了 所以我想就是 我觉得 不管每一个人都要去靠自己吧 对吧 就包括我跟我爸爸之间 他可以给我 他可以给我更好的生活 但是我想去靠我自己 去努力 因为 靠人人跑 靠山上倒 靠自己才是最可靠的 如果我 对吧 现在靠我爸爸 那以后我爸爸老了 我靠谁嘛 对吧 那始终的也要靠自己 靠自己打下来的 家 家伤才是属于自己的 招而拔尽的 好 然后呢 我觉得 父母给的都不是属于自己的 父母再有钱 再 再厉害 他只是给你 规划你未来的路 或者就是说 给你 就是一些指点 但最主的话要靠自己 所以我就选择了靠自己 那我如果靠我爸爸的话 我什么都不做 就是天天玩 我也就是说 生活也是过得去的 但是我 我你也去靠自己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真的不容易 不能就是说 放弃自己 放弃就一切都结束了 知道吗 不能放弃自己 要加油 只要吧 只要你在这个世界上就必须要加油 要学会靠自己 要学会努力 要学会加油 对吧 所以呢 这几年 这几年呢 也没有 没有靠我爸爸 这几年呢 靠我自己 做的还是 做的还是很有理想的 所以呢 我爸爸也很鼓励我 然后 他现在的话就很多东西交给我 他也放弃那种 包括我在这个 外面也认识了很多优秀的朋友 然后呢 就一起合作啊 干嘛呢 这种 所以呢 其实说 大家都没有 大家都没有见过我的公司啊 干嘛的啊 就就下来有机会的话 我 会带大家去看 去了解啊 因为粉丝麦呢 可能有些他 他觉得阿伟 是个 就喜欢装逼啊 吹牛逼啊 真的 我不喜欢这样子 我有什么就说什么 知道吧 因为 大家 现在没有 就是 不够了解我 然后呢 呃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去 就是说拍一些我的公司啊 干嘛干嘛的 给大家看 这个样子就我感觉就是 削摇我自己那种 我喜欢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知道吧 真的 我可以到我一个公司一个公司的去拍给大家看 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这样子的话 我阿伟就就觉得是装逼 我需要自己的事业那种 真的没有必要 躲我的人他自然会躲我 不躲我的人没有必要去去做那些事情 但是如果说真的有必要 大家有必要看的话也不是不可以 也不是不能给大家看 对吧 首先我又不投不抢 对不对 我做自己 如果说说一个姐妹真的想看的时候 我也可以拍给大家看的 后来就是说我也会带阿子墨去参观 参观我的那些公司啊干嘛的 然后呢 随便可以拍给大家看啊 如果你们喜欢看 想看阿子的话 但是我现在觉得现在带他到城里来了 对吧 他已经好好的工作了 靠自己去挣钱了就没有必要 每天去阿子阿子的拍给大家看 所以你看这几天我都没有去拍阿子干嘛的 对吧 如果叔叔阿姨妹很想看到阿子 那我撕戏给我 我去拍他给大家看 知道吧 我之前呢就是说 一方面的话就是叔叔阿姨哥姐妹很想看 阿子 然后呢 一直在私信我知道吧 然后我在楼村里面呢 也没有什么事 就 我一想就是 让叔叔阿姨妹觉得啊 对吧 阿子是个西底上脸的姑娘 我跟阿子去在一起 至少 叔叔阿姨妹觉得阿子是真的是配得上我的 什么一个想法 知道吧 如果我 阿子没有体现他的 他的 他的西底上脸 他的人品 你的话 那那叔叔阿姨妹都肯定会觉得阿子 莫配不上 我 知道吗 说实话 但是呢 我有的他没有他有的我没有 就配得上 知道吧 对不对 想看阿子是吧 可以啊 我明天或者后天 有时间我去找他们工作的地方 然后呢 拍他们给大家看 好不好 公司的话都什么公司都有啊 说实话 但是不一定都是我一个人开的啊 知道吧 有些公司呢 是我一个人开的 但是有些公司呢 是我和我和我的朋友们合伙 对吧 我只是 投资人 其中之一的投资人 对吧 就是相当于是股东嘛 就是不是我 如果我一个人开这么多公司的话 我也是开不过来的 第一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没有那么多机灵 第二的话 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知道吧 但是有些公司呢啊 因为朋友之间互相信任 他们觉得我爱为人品好 他们也相信我 那么就是我入点股 他们也是同意的 知道吧 所以呢 就是合作 就比如说我不在 我不在的时候呢 他们也能能把店 换成就公司弄好 那种啊 谢谢 谢谢各个集 输出商业 大家没有关注我的 给阿伟点个关注啊 我觉得 认识是一种缘费啊 呃 不管现在直播 又在粉丝买 输出商业和集买 比如说哪个粉丝啊 他来到这个四川 私信我 阿伟我来到四川这个这个地方了啊 我们就临了很 grande 然后呢一起吃个饭 先误会